人氣真的一點也不輸韓國瑜 新北媳婦李嘉芬 人氣吸引機 最強分身 狠掃新北中和區 新北市的移民進展目標 50萬票票 新北市十二級 全雷達的目標 台上喊出全雷達 就要新北大票倉衝刺 畢竟回到韓國瑜的故鄉 從小到大還擔任過中和副市長 中和區更定下10萬票目標 要超越前總統馬英九 2008年贏9萬多票的紀錄 中和區是韓國瑜要贏多少票 十萬多票 我們這麼多熱情的 這麼的支持 我覺得我們夫妻很次的回到中和 真的那個內心很舒服 我們最強目擊 包括我們韓市長 還有包括侯市長跟朱市長 在新北這邊 我們就算是全國最大的票倉 也希望定下目標 能夠來穩住我們藍營的大票倉 就要以翻新北市 國民黨新北立委席次 全部12席 2016年拿下兩席 此年過去 在韓國瑜強力母雞帶領下 藍營更判突破現有兩席 朝座七萬八平靜 我們上一代栽培我們 能夠讓我們有一個幸福的生活 我們不希望看到台灣永遠的停滯 政權擔任母雞角色李嘉芬 從中永和沖淡水鐵人行程跑透透 扶選小雞現在更怕有機會 能讓中和淡水和細紙 一個一個翻轉修復 嘉芬姐來到我們的選區 絕對會有所幫助有所注意 新北市這次的選區來講 一定都可以有大有斬獲 甚至是過半的翻轉 旋轉進入衝刺 企業強勁力量不可少 劉嘉芬從南到北帶夫出征 最強目擊帶著小雞 要將新北襲刺一網打盡 記者李英偉 李奕玄 SG小組新北報導